首先是圣骑士率先脱货漂亮 速度真的快啊 这是能力啊 看个安宇 找个小龙 小龙身材上吃亏 选择一个中距离没有能够并重 咱们要再拿下来了 但是我们看这边应该是安宇完成一次封盖 给到文汉 再找安宇 中距离 有了 漂亮 篮下的机会没有把握 是 没有能给到帅凉 篮板球文汉收下 这球传的不好 刘帅梁 刘帅梁来了 刘帅梁来了 刘帅梁还没有攻啊 就是在给队友创造机会 好球外现三分命中 豪然 描得很准啊 韩宇 不好攻啊 他们突是不好突的 是 对方的身高太高 又帅梁 第一次尝试 还是短了一点点 现在呢 看起来他们的空间打不开 大家都聚在一起 这个 好球 所以说他们还要把空间打开 之后在防守端 要防住 外围的这个投手的投篮 之后呢 注意 他们的突破上来 好球给安宇 感觉圣骑士啊 还是直腿在打 溜帅梁 溜达着打啊 还没有完全发力的样子 真体状态去 不是感觉在最好啊 感觉还是在控制着 还没发力 往内线打 这边对上李文汉 晃一下之后 篮巴还有 这球 可惜了 张浩然 一人一机会 张浩然是个投手 是啊 很喜欢在外线投手 要找李文汉 文汉在 预赛的时候啊 他的中投还是不错 看看今天能不能把他的 自己刻意发挥成 而且呢把孙爷换上去了 这比赛强度可以再提一个档次 是的 平道也高了一点 是 哇 文汉就振了一个球 没必要救啊 其实是刘帅凉波的啊 很拼但是是有点失去判断 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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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开 哦 这这房子不错 篮下是机会 哎 今天看起来圣骑师队好像还没静中 对 就是没有发力的样子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厉害 那么厉害啊 哈哈哈哈 大魔王还没有完全找到这个更好的身体状态 感觉是不着急不着慌的意义 是 你们看中距离怎么样 差一点点 看篮板球的拼抢 哦 孙毅拿下来了 漂亮 哎 可惜啊 这球孙毅 这次有了 杨浩然再拿两分 我猜刘帅凉的意思就是在第一局的我尽量先不发力 有了五 先打另外两个队友 还是你一大意的话 你保不齐对手 是不是就会立刻让你付出代价 是 摔两局怎么样 有了 非常漂亮的转身 对 刘畅一看7比7了 干方力了 这个球 打到王宇 再交给孙毅 看出后 漂亮 看出好球 这个是看出配合来 是 而且感觉孙毅在登场之后 整个球队的突破效果好 好的很 没错 没错 因为孙毅呢 在个人能力我刚刚也讲了是在这个所有的球员里面他是排在前面 而且他呢大球的对抗能力很强 所以说当他突起来的时候这个能力还是很好的 那他们这个策略还挺有意思 一开始没让他上场 是的 韩宇 再找孙毅外倩 晃一下之后 漂亮 好球又有了 孙毅上场之后是连拿了5分 已经领先2分了 没错 已经领先2分了 摔两要球了 所以还有一分钟 漂亮变相 造成犯规 摔两一看啊 落后了 如果第一局他们输了的话 盛提石就是为自己的大一幅度代价 而且黑眼骑士确实是刚才这个李轩知道提到的 就是几个人是有这种去形成配合的意识的 比一罚没有罚中 就是说孙毅上来以后呢 我们看到他有节奏了啊 就不是很着急 就是说他持球投突分 都有这种乐器配合 强点明确了 上来个主心股 这样的话差一分 孙毅 我们这两位标仪 蓝拦球 还是被魔王队正极式拿到 甩梁掩护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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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强吃王安宇没有能够吃下来 有 小球 安宇投一三分怎么样 别着急 但是时间 三 二 一 哇 哎呦 这就几个杀了 张浩然啊 对 其实黑暗地盘不用出手啊 甩梁是不用投的 对 你不用投你就赢了 这个球对 这个球小伙稍微有点小投啊 实地 但是我猜旁边那教练已经疯了 哈哈哈 头发都要抓掉了 怎么回事啊 最后给了浩然一个瞄准绝杀的机会 他也是不负众望一句中投压哨命中 帮助盛梁掩护一下一分 但是我们刚才刚才刚才李军知道提到的 盛梁掩护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黑暗骑士不是没有机会 呃黑暗骑士就是打到后来上头了 就是 是吧 已经忘记了时间忘记了比分 就是拿到机会我要出手 是的 其实那个球控住了你就赢了 你等他来犯规就好了 没错没错 所以说 下一节我看就是 能不能把他们 打的最好的一段时间 这个互相之间的配合啊 嗯 孙毅的这个冲击能力啊 之后 安宇和文汉的中投 把这些能够发挥出来 我觉得还是可以 跟盛骑士打一打 很好的这个争夺的 呃 但是现在的情况呢 我们看 应该是让孙毅继续首发了 孙毅要继续首发了 真的是只差一点点 真的是只差一点点 其实盛骑士是有机会先拿下一分的 盛骑士是把握住了这个绝杀机会 而且但是我们看 这一局好像是帅良要先休息 是的 上了锐林 有意思啊 嗯 有意思 这一圣体是反正我赢了一个 哈哈哈 先拿一分垫底 对 哦 好球 展现了非常出色的身体素质 这一分 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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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与缓一下三分九怎么样 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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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哇 尊与他头出手弧度很高 是 出手点很高 所以他不太惊讳这个身高矮球员的干扰 尊与 尊与是很喜欢找对抗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就是说看了这两场这个前面的比赛呢 你就会发现 张浩然呢 他是个投篮的 是 就不让他投篮 嗯 突破呢 我看他这个腿好像也不太快 也不太快 哈哈哈 对 之后呢 呃 这个九十一号 张洋洋 张洋洋洋 对 他呢就是突破的 对 投篮不行 是 就是说在保守上啊 这个教练就要有一定的策略 当你策略对了以后呢 就有机会把对方的强点控制住 是 明点张洋洋啊 以前练的是这个跳高或是跳远 他的这个起跳的脚步是很喜欢单脚起跳 是的 好 第三个 应该是有失灭的 是 这个上来不要掉到头啊 看来我们有倾向性 文汉 在找孙毅掩护一下之后 这球下魁也文汉带着被识破了 感觉孙毅的体能消耗得很大 孙毅这几次都是采取投篮 没有再继续往下突入了 是 6比6平 没必要要位啊 给他拉开空间上的秃了 有点挤啊内线 对人太多了 所以最后是让张洋阳去投三分 时间还有 换左手可惜没有打中 所以没力了 对感觉是体能消耗有点大 这个时候 这个教练的作用就要显现了 其实还是可以换人啊 在四球情况下 真的 对你看哪怕是6比6平 其实盛骑士一点都不着急 就是你既然没有力气突了 最强的球员没有攻击力了 我哪怕用身高打你都有优势现在 好孙毅端端下来 前队孙毅之后 外线还是要投吗 我给帽了 安宇再抢 哎呀 没有给上 是 双方6比6已经有一会儿了 对 刘帅良还不上是吧 刘帅良想 我现在猜7会儿 温海平 好球了 关键的两分 该换人了啊 刘帅良应该要上了 是一点坐不住了 哇 刘帅良三分再中 好准 孙毅能够还一三分 孙毅要换人了 孙毅要换人了 孙毅换人 大魔王上 换下瑞琳 这边小龙去替下了文汉 文汉有点累 用一个体能好的上来 防一个体能好的 是 小龙是武术高手 是是那是 高度不行会武术 下盘稳啊 下盘多稳啊 安瑜点一下中距离怎么样 又了好球 真漂亮 安瑜的状态看来是非常好 安瑜12分了 放三分啊 这个不能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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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一个吗 完了 没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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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显短了 再次给了圣骑士队的中线复杰式队 12分10几天调分 好 圣骑士队也是请投了暂停 圣骑士队也是请投了暂停 也是要缓一下 在这个时候双方的体能其实都已经下降的感觉到非常快 是 呃 但好在呢 对于圣骑士来讲 他的核心球员是歇了四分多钟 是 歇了四分钟登场 呃 球应该也会找他 而且我觉得可能圣骑士接下来会打篮下 嗯 可能会打篮下 现在看黑暗骑士啊 安宇今天是表现最好的 是12分了 对啊 还是给机会 但是 哎呦这球漂亮跟进把球点进 对确实是打篮下 因为有身高优势何必何必不用呢 哇这个太难了 太难了 防守啊 现在需要防守20秒 最后一攻一防了 这一球看看他们的节奏控制 帅流 再后一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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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出手了 来 没时间了 但是8秒钟的时间 是绝杀还是打平 金球吗 哦 哦 打平了 十四秒 十四秒啊 要金球了 是的 这一局要来个金球 之后如果是黑暗骑士赢了 之后再进球 这个有点刺激 第一场比赛 一上来就这么刺激 对 也是因为帅良他们如果要夺冠的话 要打三场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 所以他很想平缓地进行输出 于是一开始没有发力 没有发力就给了对手机会 尤其是这一局 刘帅良一开始歇了四分钟 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是要看看 这样的一个金球会给谁 最后啊 孙医这两个球还是很硬气的 我要是这个裁判 不是我要是教练 我就把小龙换下来 把文汉换上来 我把已经得分的三个人放在场上 其实你毕竟是得分有个感受的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指导 王王你这个可以跨界了 来看看啊 这一攻 黑眼骑士先发球 发球也好 哟 发球失误 踩见了 出界了 出界踩见了 这个球就是教练的问题 不要去叫小龙发球 直接把球给孙毅 是直接可以突破的 不用传球 这样的话我们看应该是要重新发了 让孙毅来重新发球 对 之后其他人拉开就好了 防大了直接就叫孙毅干了 对 不要那么复杂 两个掩护 孙毅 再找孙毅 你看他们是放小龙远头的 小龙来一分了 耶 一直没有得分的小龙得分了 你看这个 原来是这个颜色 你看群哥 你不能 就我这个就是瞎 人家 这个猛哥 人家是有真功夫的 真功夫的 太漂亮了 小龙哥这样一个中距离 让比赛来到了又一个金球 我觉得这个盛骑士还是大一了 你想你看小龙拿球 对 往后退 就是我不管你 是的 小龙呢 平时训练的时候 投篮是慢是慢了点 但是命率还是有差 很准 对 是的 这场比赛 这回有压力了啊 看来是第一场就搞得这么刺激了 是的 大魔王现在是跟黑眼骑士两个人手拉手 都在悬崖边上 就看谁下去了 大魔王啊大魔王 你主要是大意了 大意了 你主要是大意了 再给他们的大喊双喉 来 看看啊 这个 应该也不能算说是爆冷吧 不能说爆冷 不算爆冷 因为看其实很强啊 不算爆冷 看一看 防守 拉开拉开 让张豆腐来突 完全拉开是爆冷 张阳阳 张阳阳来突 张阳阳突 丢了 给到了安宇 给到了安宇 吃小龙 小龙 没头这一次 小龙没头 安宇 转身 没太近 篮板球 甩量拿到 阮板又回到了周晓梁手里 没见 安宇拿下篮板 哎呀 这个圣骑士浪费了好多机会 赞免换人呐 嗯 把孙毅换上来啊 哎哟 哎哟 等我给了犯规 给了犯规 给了犯规 罚禁一个 罚禁一个就赢了对吗 对 这样的话有得分 有得分 文汉只要罚禁就比赛结束了 大魔王队有可能被挑下 哇 这个看来 训练比赛还是有 还是有效果的 有效果的 有效果 哎呀 有意思啊 文汉啊 稳住啊 压力啊 压力 王输了 赛魔王输了 恭喜给赛魔王输了 哎 怎么马甲也抽上来了 马甲 哈哈哈 赛魔王输了 一场就把他干掉了 对 因为赛魔王输了 所以你都高兴 哎呀 最大的恶魔消失了 哇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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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对圣骑士来说 这个结果可能也有点意外 但是我直接有数次提到 黑眼骑士非常非常强 是啊 最终他们凭借着小龙哥和文汉的两次金球 2比1逆转战胜了 圣骑士从而进入到了下一轮 嗯 很有体育精神啊 他们还是很失望 圣骑士是失望 但是他们还是过去 跟队友去 跟对手去拥抱 是 之意 哦 这样的话 黑眼骑士马上要面对另外一个魔王 训练营的冠军 杨成护人 哦 他们要先打 啊 不不他们一会打 因为一会是男朋友跟巴比琴 哦 对对对 那他们就是1对4 2对3 对是吧 哦我说马甲敢跳出来是什么意思呢 哈哈哈哈 他对手出来了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也要再跟帅良致意啊 因为知道帅良这个身体状态确实不在最佳 大意了帅良 大意了大意了 哈哈哈帅良来到我们的解说席前 这样的话要再次恭喜黑眼骑士 而稍后能将会带来的是另外一场比赛 哎 哎 可惜了 帅良再缓缓 因为一会还要红蓝大战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首先要给大家公布一下 我们这一次 是今年的Service Ray的总决赛 我们的4强平单 哎 这样的话 琴哥 4强还是那4是对 对对吧 巴比熊蓝朋友 杨征夫人黑眼骑士 是的 还是在去哪个那4个队 对 同时也要看看黑眼骑士再次登场 这也是黑眼骑士今天的第二场比赛 相比起来好像杨征夫人还是高一些 是 李文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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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沙送走了圣骑士 小龙哥 第一场比赛的获胜功臣之一 安宇 随意 好 相信这会这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我还记得最后一场 郎东哲在内线呢 是有绝对的优势 是 之后马家呢 在进攻端啊 是 中文汉 远头 远头 突破都有 嗯 就是这场比赛还是值得期待 而且弟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发起点 很值得期待啊 但是现在黑眼骑士的 比如说士气和信心 现在非常足 是吧 没错 黑眼骑士呢 打过了 赢过了 状态不一样 他进入比赛的状态应该是更快 如果他们能够像刚刚那句一样 先发力嗯 趁着你还在 还在进入状况那个先获得领先优势 李星啊 你你认为谁能胜利啊 我这场球真的很难猜 因为 因为首先杨真后人我们在 如果大家看的节目 会知道他的实力很强 是 最像你群知道其妙的 他们训练营也不是一番风顺 他们一开始赢 然后后面男智输了几场 然后再找自己状态 然后互相开会 然后在最后时刻 又重新调整会的状态 从他训练营 三个最好的球队 而客人其实我们一直在说 虽然训练营的成绩我们是看 最后击分的话不是很高 但原因是因为安宇和文汉都受伤了 是的 如果全员战斗里都在的话 他们很能打 这当时就是第一天晋云的时候分组 我当时看分组 你说安宇跟文汉在一组 这个队很厉害 一看一会小龙的声音也就了 就是这场比赛呢 我感觉阳神胡文队啊 他如果想胜利呢 最重要是防守端 要不断的消耗黑暗骑士 是 因为黑暗骑士 其实已经打了一场了 这一场比赛强度还是蛮大的 你看孙毅打到第二截的上半段就没力了 是 是 所以说这场比赛 阳神胡文的这个策略还是很重要的 是 认真程度 从身材优势上 感觉刚刚您描述个人能力上 阳神胡文还是挺有优势的 是 而且刚才蒙哥也提到了 因为有郎大夫在 郎大夫现在虽然没带着针灸啊 但是他毕竟身高还在 就他是一个很好的内线的这样一个球员 而且在训练营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李军先生知道也是给 阳神胡文讲了很多 如何利用好郎大夫的身高优势 他去在外线进行掩护挡拆 然后下顺 这一下后来练的是非常的成熟的 他跟马家两个人打到后面呢 就默契就比较好了 马家能攻 攻了吸引之后呢 就传给郎大夫 郎大夫在篮下这个身高 而且他在篮下打的还是比较强硬 是 而且脚底下 有点这个专业运动员的这个步伐 因为郎大夫冯晓是提足球 他的步伐是很扎实的 踢足球 想打篮球 先踢足球 这是谁啊 这是陈磊 前两天正好看他比赛 现在在清华当指教练 对对对 他去待他看比赛 带着儿子一半去看比赛 他说小伙子你开始打篮球了吗 然后我儿子说这个正在拍球拍着玩 他说先别打篮球 先踢足球去 哈哈哈哈 说想打篮球先踢足球 这个 反正就是先练脚步的 先练脚步 我记得打篮球里面可能踢足球最有名的就是龚小斌 搞定 龚小斌是很小的时候踢了很多年都踢了 我记得好像他爸爸应该是足球的人 对是足球对方的人 同时也有请尊厂里赛台湾登场为你们绝对出身 有请 另外一场半截赛马上开始的将会是延长湖人迎战黑暗骑士 他们刚刚还拥抱来着是吧 对啊 就是刚才马家和那弟弟冲下来了吗 是是吧 太好了是你们 是你们 我解读就这个意思啊 太好了是你们 看看你们到底选择了什么 马老师的 就是马家老师的球局是支持 人很多的 叫交际话群弦致 马老师是听说很爱打球 这几个月应该也是没有这个停下练习 这几个月应该也是没有这个停下练习 哇马家 这个马家这个状态很好啊 对很兴奋 刚刚在热身的时候 看在练空中跌离扣篮 哈哈哈 也不着急啊 我们看一下手发阵容 黑暗骑士果然 先是让紫棋休息 弟弟马家和东哲 这个更稳定的手发先上 而在黑暗骑士这边呢 让文汉先休息 这小龙哥安宇和孙怡先上 没有又调了 又调了吗 紫棋上了 紫棋上了 对紫棋上了 是弟弟 弟弟先休息 好没关系王宇这边强大一切 这位 小子猪 然后突出 自己球 挂下的力骨很好 之后往下流 可视之后 没时间了 哇双人夹击 这一切 再找孙怡 靠速度往里突 漂亮 狼大夫这一下 犯规了 这一上来 我感觉 狼大夫有点兴奋过度 是 孙怡这个突破的节奏很好 在你向我行进的过程当中 然后利用你的重心移动 然后突你 依罚命中 今天也是很不容易啊 在训练营期间 因为前面也说了 安允和文瀚受伤 当时爱丽莲加入 然后小龙哥 就三个人完成了两三天的这样的训练 两拔中一 两拔中一 给麻将麻奥吃 找板 没有能够病之后 看篮板球 还是柳春钩 好球 杨诚慧是打的明确啊 当然打篮下 这次棋 好球 漂亮啊 安宇 真快啊 这一步 对 安宇啊 这个系列赛 打的第二场 我感觉他的状态真的很好 年轻啊 年轻真好啊 篮板球 安宇再拿下来一个 紫棋 还是找篮下 是 找狼大夫 这边靠身高 往里吃 可惜了 再抢 天 还有篮板 出界了 看看怎么利用好郎诺哲的身高优势啊 狼大夫一抢三个篮板 是 一分还没得呢 哈哈哈 其实是很多机会啊 很多机会 有点着急 嗯 其实还是可以用一下训练营他跟马家的那个套路啊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这回有了 出到了很深的位置 哎 极灵的跳投有了 哇 马家往篮下卷 要给上没有给 哇 哇 所以有自信 呃 杨诺博人在攻防转换的时候 当他们从中到防的一刻 总是要 要慢一个节奏 就是总是给对手一个 一个打快攻击 对 是 光是在 在讨论 在讨论 裁判 这个 其实更多的是马上转换 对 一直在给对手那个集合 是 但是东哲这边呢 刚才又是篮下打成了一个 所以分差还是一球 我们看要不要换人 哦 请求暂停了 嗯 从阳城虎人队来讲呢 现在他们都是在单打 对 嗯 我记得在最后一天打得好的时候 是马家持球 郎中哲给他挡猜 是 然后马家打完给郎中哲 郎中哲打完给马家 嗯 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节奏 嗯 现在看 现在是太直白了 对 直接给郎大夫篮下要位太多 是的 而且弟弟 弟弟上来之后也好一些 因为弟弟可以持球 是 对王和弟可以持球 对 好文汉也上了 这样的话换下小龙 对王和弟 双方都进行了人烟调整 没错 这是黑暗骑士的球 没错 什么 要 要先洗球 啊 啊 刚刚 是 是给了 连着狐人球啊 或郎大夫 好球 很聪明啊 这个球 很聪明啊 上来之后就有贡献 随意外下再来一个 就完了 8比8平了啊 进入到最后一分钟 8比8平 哦 哦 马加这一下稍微滑了一点点 走地线 王和弟好球 连打四分 哦 弟弟上来这两个球打得很聪明啊 是 哦 阿姨真快 犯规了 阿姨状态是真的好啊 是的 是的 来通过训练赢之后又勤学苦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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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点三秒 两队还各有一次进攻的时间 又是一个回合的球权啊 很胶着 哎 第二阀怎么样 蓝板球被梁大夫控制住 这个球能够打进的话 原来胡人身份就很大了 好球 哦好球 这球漂亮 刚刚又有了传递了啊 哦 先打进吗 防得不错 这球防得不错 哇 但是时间 时间 哦 但是时间也走完了 12比11 哦 虽然孙毅投进一三分啊 但是12比11 杨状态忽然还是率先赢下了第一局 哦 很胶着很胶着 杨状态忽然得分很均衡 王赫帝4分 马加4分 狼大夫4分 改变节奏的是王赫帝 真的是 上来就很高名中率的连德4分 对 一下给对手压力了 一下从僵持到领先 然后让对手在接下来处理球的时候有点慌 嗯 而且看看黑眼骑士的体能情况 刚才蒙哥也提到了 因为他们刚跟圣骑士大战了一场 所以呢 这一局如果能够先拿下一分的话 可能情绪还会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点上 但是这一局没有拼下来 要看他们下去的体能情况了 嗯 他们看怎么怎么去调人啊 是不是让小龙打一下 因为另外三个人正场时间有点长 是 呃 孙毅呢 这个第一节确实打得非常好 呃 命运率也很高 但是体能消耗的非常大 为了刚才蒙哥也提到了就是 狼大夫给马加那个空缺的配合 船缺那个配合 非常漂亮 就因为他们有明确的身高优势 是 如果他们在有身高优势的情况下 能够完成一手传递 因为对方打到那个位置 一定会注意力都在你身上 是 你完成一手传递之后 他一定会有轻松得分的机会 哎但如果假如说还是杨成夫人 赢了进了决赞的话 那跟咱们进展就又一样了 是是一样的 是的 但是大家如果看了我们综艺的话 又看今天再次强调一下 今天是直播啊 今天是直播 马老师打中 这个就开始有战术了 是啊 他们把他们在训练艺里练的战术 现在就打出来了 韩宇对抗一下之后 枪起太难了 直接调给马加 很深的位置起好球 节奏非常好 4比0开局 大家这个篮下的节奏长得点 所以就上去要4打3了 所以就上去要4打3了 哎勉强了 勉强了勉强了 没有给没有给 滴滴好球 再下篮一下 6比0了 滴滴今天的效率太高了 真的是 真的是 没丢啊应该 要换人了 马上要把小龙换下来上孙艺了 要活一下了 好 给了杨洛夫人 大家 哎 15 你看这个劲没有吃了 就不要 不要面前 对不要去单打嘛 对 你是刚刚一个组合打得很好 对 挡猜啊 手递手啊 做得很好 所以还是要外向标3分 差一点点 文汉抢到篮板 怎么样 哎呦还有篮板 好球 穿得不错 哎呦今天真不错啊 好球 小心 争球 争球的话 这球应该是黑眼骑士球 哦 这球马佳 马佳有经验 马佳有经验 马佳再抢 马佳很兴奋啊现在 点开 再出来好球 哦漂亮 变漂亮 这个就有配合了 刚刚开始传球的时候 实在是很难防 他俩能够传起来 是这个 在这个 比赛当中 他俩的优势非常大 呃要起球暂停 体能不行了 嗯 缓一缓缓一缓 另外我觉得这也是个挺好的战术 当你8比2领先的时候就要一个暂停 是的 好时间 走一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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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也谢谢 然后回来之后 啊你把拉到10比2 还有一分多钟 就对方就已经慌乱了 就肯定慌乱了 对 因为这个时候这片其实来说 可能就要孤注一掷 在外线逃一些机会了 如果逃不进的话 那这个心理优势累积会越来越大 嗯 嗯 因为暂停叫的很好啊 哈哈 不得不说 张庄湖人在经过我们训练营之后 确实这几个球员的默契非常好 而且我现在看弟弟在整个的效率当中啊 这个我我叫我大吃一惊了 是 阅读能力非常出力 对 对 他不是说只是靠说手感好 对 他做的判断让他能够很高效的完成这分 应该是让马老师歇一会儿重新换上了紫棋 对 你看一个暂停回来之后还剩下2分11 对 走了一分钟 好球啊 张大夫也不着急 点一下之后 翻身跳头10比2 就像蒙哥提到的一样 所以外线尝试三分并重 好球 哦 对今天真的挺准的 没错 过人11分了 这球能不能拿回来真的看顺义了 好 对 可以14分了 在这一两局比赛里面 看起始球还有两个球权的差距 还有时间 就是看看能不能把球打进啊 文汉文汉 挂一下 还有两秒钟 一秒钟 没有到时了 防了一个十四秒 紫棋小抛头 孙毅投了机会 再接票 孙毅啊 好准啊 这样是又有悬念了啊 是的 哇孙毅今天真的是 外线加了八倍镜了 郎大夫第一个球 能够运作 转身了 郎大夫标志性的翻身跳投 小抛狼板 这球因为没有张罚了 所以击方箭了 十四秒为例 还真的还有时间啊 还有机会 没有了 没有暂停了 没有暂停了 只能换人 不能暂停 这个是不是要给 维提反归 对啊 Gate在上没减 三十秒钟 三十秒钟 最后三十秒 时间还是来到了这个三十秒 现在也不着急 强要三分了吧 孙毅 要三分 孙毅 差一点 篮板球 文汉拿到 机会 贾东座漂亮 哎呀 哎呀 这个太差了吧 运气太差了 消耗时间 不用着急 消耗时间 消耗时间 打完啊 哎呦 这个球啊 这边要犯规了 这边要犯规了 要犯规了 犯规啊 不犯规没时间了 哎呀 哦 安宇最后这两个队 运力实在是太差了 是的 太差了 太差了 呃 哪怕就犯规呢 很刺激啊 但还是要恭喜杨州呼人 他们这样的话 晋级到了苏波瑟的决赛 但是比赛真的很精彩 很精彩 最后就差一点点 太可惜了啊 篮下那个机会打进 我们要看金球了 是 两个球啊 都没放进去啊 太遗憾了 竞技体育有的时候 精彩就精彩在这里 是 就差这么一点点 啊